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杀 今天呢 继续是两盘孙权主攻的录像 第一盘录像比较有意思 中间有一个过程有个插曲比较有趣 然后也是一盘逆袭的录像 第二盘录像是孙权在死亡线上被生生的拉了回来 具体过程 咱们就看录像就可以了 先看第一局 主视角这玩家叫Crew Moon 四五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咱们先看一下了 场人的见面来说 点位比较像忠诚 不练诗 香香 寻遇都不太好说 孙策孟霍有一个内奸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高手场的录像 虽然是高手场的录像 但是这盘录像还是比较有趣的 其中手牌 男马是可以放的 杀 演一 杀 杀 兜之横利 留一张闪 这个样子 他 嗯 他是 这完全是在赌循医师忠诚啊 这么打 我觉得没必要 你就老老是留一张闪 其他牌都制衡了 然后想出杀出一张杀 然后放个男马 再看看情况 这样的话 你就完全是在赌循医师忠诚 那假如循医师反对你真的要哭了 选了一个孟霍和布链尸联的起来 然后杀布链尸 布链尸表示啥 然后看他门 等循医给补 能看看循医给补吗 循医表示不要刚裂阁 没有人给打无限 看起来无限应该是在终身手 结果循医 挑了一个大大的反对 没有搭理寸圈这回事 所以说你这么这么打就 风险比较大 没有必要 这个场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猛的人 你没有必要说就是一下把手牌打这么空 他上来你就会被压了很残 张角上反 顺孙权 应该是对孙权一顿输出啊 血斗 再一杀 其实正常打的话 孙权就是留好手牌 这些血都是不用掉的 这个三血手牌不易出 为什么要挂麒麟弓呢 趋虎孟霍 这肯定是打主啊 孟霍出了个9点 这个也不能 暂时不能确定是什么 所以你不确定他的手牌 看一下香香 香香就是去拆啊 看起来像拆乐的样子 点威打无限的 点威这个反备啊 那你圆主5点威反备好吧 我也不多他了 反正你打不到主 好香香跳钟 拆了人的装备直接 嗯和他哥睡了一觉 不脸师也跳钟啊 这个就是啊 不脸师人家是明媒正娶的老婆 嗯 不脸师跳钟就很好啊 那你点威打不到孙权 这孙权没有任何威胁 还是那句话远位的 你打忠神吧 你打不脸师吧 打不脸师有什么意义啊 意义核弹 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 这个没必要啊 这个我觉得你用武器 直接打不脸师就可以了 那个桃留留住多好啊 为什么要这么去打呢 孙杀是反的呀 那就是孙杀跳反的 那是孟霍是内剑 这个OE开的 哎呦 这个OE开的比较赞疼啊 反贼 反贼这种孙权主攻局 这种情况尽量不要去开OE啊 这个OE开的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可以留一轮 然后群玉给张角补盘 看一下孟霍孟霍决斗张角 其实孟霍这个决斗也没必要 他内剑的话这个决斗可以留一下 好的 嗯这个时候贴索 可以看一下 嗯 贴索由于连的忠诚还有自己 其实这个贴索意义不大贴索 你要么就是解了自己和香香 要么就是重铸了 要输出牌 为什么要解不练师呢 解香香就好 然后其他牌都重铸了 杀一刀 男蛮的话 你这个时候放没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时候男蛮是不能放的 可以留一轮 下一刀点V可以 张角这么多牌 什么也没有啊 群玉这个时候可以杀张角的 张角肯定有闪的 劈死相向 这个肯定是要劈死相向啊 不能去劈不练师 也不能劈孙权 你劈孙权的话 很可能不练师又救援了 P香香的话 也许这个就不救了 刚才铁锁的话 解开自己的香香会好 好一点 然后气排过 他也没有选择驱虎啊 他要驱虎也驱虎存测 打蒙后没什么意义 然后不练师撸了一下 寒冰 寒冰掉点V的装备 自己挂藤甲 这个是拆藤甲吧 杀了一道不练师 我觉得 这个非常非常危险啊 假如是我是不练师 我也许就 我说呢我也许就不闪了 那你就勾引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让神拳一轮爆发 然后点V呢 还把这个不练师压到一血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没看到一个 比较神奇的局面啊 他应该会把这武器拆掉啊 大家可以想啊 你看目后这有祸手 然后这还有一张南蛮 然后孟霍收人头 大家可以想象 有这么一个结算 你放了这个南蛮以后啊 这个不练师 是等于孟霍打死的 不练师是可以追忆孙权的 这下出现了这么一种奇怪的局面 就是孙权放南蛮打死不练师 不练师反而能追忆孙权 那边的话被压了一血 他也没有办法了 血线撑不起来 但是也许这个南蛮他能收人头 这南蛮是肯定要放的 先看看能不能收到人头 有孟霍 孟霍 这个祸手就是一个神迹啊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真的 很多时候你就会忘记这个祸手 你看 你要是想不起来这个祸手 你就不敢放 这个时候放了是你不会裸奔的 然后不练师还能追忆你 我就吊子飞起了 九杀 可以留一张九 稳妥的话是留一张九一张杀制衡 就是稳妥的话 是留一九一杀制衡 是最稳妥的 为什么呢 就是你很可能没有杀 你看你制衡完了就一张杀 对不对 真的就很有可能就没杀 留距离留九 然后制衡找过拆 对吧 这拆掉他的手牌然后九杀 这个顺序是对的 一个桃没有点起来 好的 看他顺什么顺手牌 堵了这个时候就堵了开完键 堵人品了 因为你说八卦的话 他手里是一张名闪 就之前那会儿七牌的时候 就能看完谁张名闪 这个时候就是放手一搏了 真的是放手一搏了 没办法 这种局打到这种局面 你不放手一搏 然后战斗还救救呢 要有桃刚才走就寻遇了 还能那时候救你 救寻遇两个桃点起来了 对不对 眼眉还有一口酒 当然这个时候孟霍死了 神圈也完全不虚了 打这两个人就是神圈现在状态 孟霍离开了 不把孟霍了孟霍就是死于乱军之中 然后还当了个垫背的 把那个神圈老婆给打死了 乐了一下 基本上是没戏了 孙权 这回合就算贝乐 不过基本上 再动一回合打死点位 就是分分钟的事 可以稍微快进一下 咱乐天怒了 那基本上就是更没戏了 先制衡再杀 对留一张杀 先制衡再杀 为什么要先制衡再杀 先制衡就是要找顺拆 破坏孙侧的桃 保证带走点位 而这个时候就是 就有可能朋友老搞不清楚这个 就是顺序 就是你 虽然说你先杀战制衡能保证过排量 但是这个时候你最根本的目的是收掉点位 而并不是说增大过排量 就是只要收掉点位 少的几样过排量孙权也是稳稳的赢了 对吧 不能节外生枝 当然孙权是没有套的 主要是说一下这个 有的时候先制衡了 还是先出杀的这个几档顺渗的话 孙权打这个没有觉醒的孙侧 基本上 我就是 怎么打都不可能输了 如果说孙侧觉醒了 还有 还是能打一打孙侧 这没有觉醒是完全没有任何机会 就孙权给他压到两个血 然后剩下挂一波带就可以了 很简单 挂过来 挂闪电啊 就孙权这血量都不虚了 直接都连起来 闪电都不虚啊 找机会直接就一波带 直接把手牌打空 对吧 直接九杀带走吧 很轻松啊 先领下奖啊 咱们再接着看 这局 这局是因为三区的玩家叫 我擦怎么回事 这么屌的名字 三区的玩家感觉他录像 这局的等级就比较高了 还是分下场的亮面 王后反 这个这个位置庞德就比较偏反了 八号位的刘峰还是比较偏中的 还是我之前说过的就是 孙权杀基努为流风 他不用浪费牌 邓爱法证 貂蝉 不是貂蝉 寻遇都是可以当中的 邓爱就是法内 法证也是个法内 大概这个样子 基本上这个样子 不是不是邓爱内 就是就是法证内 加一马可能要留啊 这个这个说这个就是啊 他把距离留下 是我可能距离也制衡掉了 他挂起距离去杀庞德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庞德这个武将也没必要盲局 而且场上还是说 没有那种 就是啊 呃 卤素不练是这种 武将尽量就是五手牌过 是最好的第一个 而且这个庞德也不是需要急于盲局的 这开南蛮 看起来是个内奸啊 内奸的话 我觉得南蛮还可以考虑虚报的 没有必要上来就开啊 然后七杀过 这估计是个内奸啊 没有动 庞德挂减一可以插到送权了 他本身自己就有减一 当然他把加一拆了啊 减一的话没必要挂 好 群域跳反 我觉得可以这 嗯就是 群域可以考虑卖一下血给庞德补牌 这样比较赚 不然庞德太雪给庞德补三张牌是很赚的 他钓鱼血给庞德补三张牌 比打掉孙权这一血要赚了 是我我 如果我是群域 我肯定会卖血给庞德补三张牌 皇后跳法也没有问题 然后乐主流风也没有问题 看一下法证 嗯 法证跳法 你看你的距离挂了就被护了走了嘛 被法证护了走了 啊 那剩下就是调查是中呗 这两个中身其实很不错了已经 出出中啊 当然你这个法证业调查你就开始坑被游了 各种坑了 南蛮不能放了 因为有寻域 可能是不能放 流风就无脑头去想问你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非常好啊 心全乐没有过 吸掉一张寒冰箭 刀爱的话这个时候你是内奸你会怎么打 你不要管就是 反雷状态怎么怎么样 你这个时候要么就不动 要动 你要是有距离就砍流风 要没距离就啥也不做就可以了 这个没必要 这个真的是没必要这么打 你 不要这么去打反贼 就是你看着反 反贼这个看起来挺挺好的状态 就反贼有有什么输出啊 除了寻域有输出 其他人有什么输出啊 你一定要提前限制这流风了 不然的话流风一会起装备 你真的限制不了 貂蝉可以不用 暂时不用限制 因为貂蝉的话可能潮流比较高 其他人会打 流风这个位置你内奸一定要提前限制 内奸这个时候打的问题比较大 就是 你解锁庞德和流风跳一颗明内 对吧 这个 反贼的无限他也不会打 然后你杀一刀 如果你有鼠穴杀 还能压一下流风的血 该压忠臣的血 一定要压忠臣的血 不然你没得打 你真的你就反贼这个像面 没有任何意义 你寻域还赶紧卖血 你这个时候再不卖血 根本就没得打 还是球员主攻 寻域早卖血也许真的 这盘我觉得反贼就拿下了 看他外面卖血 为什么要拆散电呢 散电都快过了反贼了 你看他就是不卖血 我觉得寻域之两轮打的问题很大 不应该输出 都是应该卖血的 早给庞德补几张 那行 这回他终于晒到 给庞德补了 应该 应该就是第一轮的时候 就应该给庞德卖 卖血补牌 让庞德 你庞德他有牌了以后 他也能打出输出来 对不对 就不差你那一打输出了 忠臣应该有 有桃应该挺正常的 但是反对现在该党的输出也都打出来了 法证基本就坑都有啊 皇后拼一下雕杉 雕杉有大点 王女皇后呢 是八卦 离件应该离件法证了 庞德 有桃子送过去 还好 皇后不拼了 哎呦这你想啥呢 皇后为什么不拼呢 你不拼就是白被偷啊 你还不如拼他呢 为什么不拼呢 想不明白 陶子吃了过拆制衡掉 因为没有距离能杀到你 庞德他是自带减击的 没必要啊 然后贴住庞德勒 就没有问题 你看这灯碍还杀反贼呢 这根本没必要杀反贼 你看有距离 这一刀是绝对绝对给砍流风的 就现在这个情况 反贼状况就是随时崩 你不压忠权等什么 孙权的状态是孙权状态 你该出逃就孙权就孙权 但是忠权你必须要压 当然这两刀是绝对都该砍下流风的 就庞德 当然也不是说 一定就是说让你不让你去杀反贼 你要看反贼的将面 就是庞德这个这么弱的武将 就是没有必要再去压了 而且反贼现在基本上是 已经没有什么后续的输出了 然后的话 雕权和流风再动 很可能反正就崩了 真是这样 不过皇后这个位置还比较好 法证和法证配合 皇后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 这局 反正就依仗着皇后的好位置 然后 嗯 才打出了不少输出啊 有空这轮能动 把刀给下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好 接错连上 不接打了 不让连协议啊 怕协议死了 又一张贴索啊 嗯 我先杀一刀灯爱 可以吧 我觉得 铁锁可以先同住 再制衡 因为 嗯 单制衡一张 你也没有距离 你也杀不到那个谁 杀不到流风啊 就不杀啊 球员 幸好是一张傻 反正就贵了 哎呦喂 你这还装什么藤甲啊 很危险啊 装藤甲 虚虎 打圈 有没有桃 有没有桃 灯爱有桃吧 装上有桃 装上救一下 反贼真的是已经是强主之末了 有一个南蛮 嗯 这个南蛮的话 好 又把万键送过去 这圣权要受两点伤害 无限吧 外面有无限 灯爱有无限 灯爱保主 你保主可以 但是你该杀忠诚 杀忠诚对吧 收掉 收掉就秒主啊 反正就这一波了 不然真的没有机会了 貂蝉再动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决斗 哎呦 这孙权顶收入了多少输出啊 幸好啊 貂蝉扣牌比较大 杀一刀 貂蝉掉血 看法证还能不能打出一点输出 有万键 这张万键是明的 现在的话 看看还有没有人能出去讨啊 这孙权喝掉多少桃子 灯爱有桃救了一下 这个时候灯爱肯定是要救的 因为你不就你自己 你就输 直接输了 对不对 救了也许还有一些机会 只要说反对就要崩了 当然反对崩 是你之前自己的事 你看 就是灯爱 如果之前那两刀砍了刘峰啊 不砍庞德 其实这个时候 那间的机会就很大了 你现在这种情况弄的就是 反对马上崩 然后刘峰没什么事 一会主公直接把你弄死了 你就没有任何机会 假如说刘峰死的话 主公就不敢弄 对不对 也许 而且庞德还死不了 那现在反对直接崩了 崩掉了 内奸有的时候不要数人头啊 我经常想要有内奸不要数人头 也不是说内奸就是一定要撬反 也不是说内奸就一定要撬中 你一定要根据场上武将强度 和武将位置 和当前的状况来决定到底该怎么打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 内奸切记数人头啊 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 也许内奸上来就要跳反 也许死一个反 内奸还要继续跳中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刁山这个东神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把灯爱偷了 主公就看找机会能不能这轮把灯爱带走啊 那好把灯爱带走就可以了 不能让他动啊 他动的话 冬神全死光了啊 其实灯爱如果打的稍微正确一点的话 灯爱机会真的是蛮大的 因为正确的话可能流风就死了 然后剩灯爱还有庞德皇后调查 对吧 剩下话没有任何悬念了 快进死尼达就可以了 不过孙全也是几度从死亡线上转了回来 随便给张只要不给闪就死了 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